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行路者户外 今天早上天气比较好 我去小树林里面看了两根新鲜的树枝 叶子还是很新鲜的 主要是为了做一个 在户外火堆上能够挂住这个锅 来煮水煮饭的一个可调节高度的一个锅架 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制作这个锅架 好 我们需要找的是一节带Y型的树叉 一节或者两节带Y型的树叉 然后需要这个长度是从这歪的这个口子里 或者大概一个手前臂这么长 就大概在这个位置 然后另外一节木头也需要大概这么长 也是一个前臂距离 大概这么长 需要一个Y型的树叉带Y型的和一节木头 然后再需要一节比较长的直的木条 好 好 我们先来把它分解一下 好 下面我们来把这个树枝从这里切断 切的时候 这个手还是抓紧刀 然后这个手推 用力推 用力推 然后围着它走一圈 然后围着它走一圈 然后再继续走 继续切割 好 结割到一定时候 就很容易把它给瘸断了 这样 好 然后把这一端 这一端 带压叉的这端根部 把它削尖 因为这一端是要停在地上的 好 这一端就准备好了 然后我们再准备一段 大概前臂长短的一节木头 大概在这个位置 还是和原来一样 还是和原来一样 用膝盖 好 切断了 这根棍子就准备好了 基本上 然后如果有两个 如果有两个这样的压叉是最好 因为还有需要另外一个是固定那个长的棍子的 但是如果你只有一个的话 那么再 再削两小段 木头 两小段木头 用来固定那个最长的那个木头 木条子 好 我们再来准备两小段木头 这个长度不用非常长 大概一把刀的长度就足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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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节 一节木头 然后 木头 一端把它削尖 削尖 把它削尖了 前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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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曲 李宗人 另外一端削出一个角度 削出一个平面 因为待会是要把它敲进地里面去了 用来固定长木头用了 削的时候千万注意不要削了手 注意安全用刀的时候 时刻要紧贴 注意安全 一旦 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 一端尖,一端平 要两根 好,准备好了,两根这样的木桩 之后我们就开始准备这一根棍子 这根棍子我需要它能够挂住这个锅 能够在下面挂住这个锅 然后上面要挂在那个棍子上面 之后可以调节这个棍子的高度 可以调节锅的高度 起这个作用 我们要在这个棍子上面做几个挂钩 挂钩的做法是这样 演示给大家看 先做一个X的切痕 斜着切一刀 再过来 这边在斜着切一刀 之后 比如像这个挂钩是要 在这里带个钩子 这个钩子 那么我们就在这里切一刀横的 叫做 英文叫做stop cut 就是说它的刀横切到这里之后 就停止切了 就不要再切了 就stop cut 我们就这样切进去 挖进去 这两个X 这个X切痕要够深 然后反过来切回来 它这个stop cut 就是停止刀的这个切痕 也要够深 然后从这边切回来 嗯 可以看到 好 这样我们就得到一个挂钩 得到一个挂钩 这个还要修整一下 切深一些 好 这样就得到一个挂钩 像这边做一个挂钩 然后这边做一个挂钩 相反方向的 做一个挂钩 做好之后 中间再可以做个两三个调节钩 调节长度了 调节它的长度 好 接下来做一下 好 基本上这就做完了 那这三个挂钩是同一个方向的 这个挂钩是反方向的 这样就做成一个调节杆 挂挂那个锅的调节杆 好 我们可以把它装起来 试试看 我们这里有一个压叉 然后一个这个调节杆 再有一根长的杆子 可以装起来 如果有两个这压叉的话 就不需要这两根了 就可以另外一个压叉 主要是为了来卡住这个长杆用的 现在没有 我们就用这两根杆子来替代这个压叉 先要把这个钉起来 安装 先把它钉起来 钉到过程中 它有一边粗一边细 要敲粗了这一边 不能敲中间 敲中间的话容易把它敲劈了 好 敲紧之后 把这个杆 然后这个杆的高度之后 咱们用这两个把它敲下去 好 然后另外一端还需要处理一下 另外一端 这一端 我们要在这 顺了水瓶 画一条线 做好记号 水瓶的地方 做好记号 这边相同 我们拿出来 不知道看得见吗 做好一个记号 水瓶 然后把它削平 削成一个 平的平台 好我们来试试看 这样把这个锅挂在这上面 然后这边 挂在这上面 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就可以形成一个挂钩 下面生火 然后这个可以调节高度 火小的话 可以放低一些 火再小的话 可以再放低一些 好 整个就是一个国架 这整体样式 这是这样卡住的 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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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边 就一边 一边 接近 一边 一边 有点 一边 一边 立体 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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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觉得有用的话 请观众点搜 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大家